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南都商会会长苏茗玉近日玩忽职守 而等商户本不是架色 逐利而已 朝廷开一线之天恩 赐通商之便利 而等尽不思尽心图报 反思节商会 使南都私驾沸腾 民怨四起 如 南都商会自即日起 一体查封 以尽效尤 钦此 不怕 就算要从头开始 我都陪着你 你 茗玉啊 你能这么冷静 我没想到 只是 眼下的畏惧 恐怕不是靠二人彼此安慰 就可以化解 可这是当今圣上下旨 还有如何化解的法则 接连两道圣旨 已经动摇了苏家的根基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若是还有第三道 第四道圣旨 那该如何 那该如何 民兄是说 有人针对苏家 只能请下圣旨的 无非就是官家的人了 可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是何其生财 尤其是苏家 也一直小心翼翼地 维护着官家的关系 尹董家 你这么说 是我怀疑的人吗 可掌柜 这段时间坊间的事务 你就先停一停 好好陪陪茗玉 我这就去查证 一有什么消息 马上通知你们 有什么消息